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就说他是著名的佛学家 高僧大德 而且还有人说他是诗人 文学家 但是王璐强老师说他还是建筑学家 这是怎么修来的 对 你看他其实过去他完全和建筑没有关系 他也没有去学过关于建筑的东西 但是一个这样的高僧大德 他最主要的他是一种智慧 这种智慧开了以后对别的东西是一通百通 而且他一旦一通 旁通过去 他就是站在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平台上头 设计法是就是这样 他要建法谷山 对这个法谷山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个以后的这个建筑群 他有一个想法 有一些原则 但是他这个工作肯定不能自己亲自去做 他只能做一个指导 对吧 是理念 是理念 因此的话呢 他就在1989年的年底带了一个十几个人的一个专家团 这个专家团的成员呢 包括有建筑学家 有佛教史家 有这个佛教美术方面的教授 还有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学者 大概有十来个人 到大陆来了 在大陆参访了21天 三大石窟 著名的名山古叉 全部都去了 白天看 晚上在一起开会 然后圣言法师就根据这21天的这个他的这个参访的东西 以及大家在一起聊天呢 晚上他做的笔记的东西 回去以后他整理出了一本书 叫做火宅清凉 这本书在建筑学界影响巨大 哦是吗 嗯 影响巨大 我在想怎么这法师这么智慧呢 后来我就看和他聊啊 这个关于这个法谷山的建筑的一些想法 包括我进去以后 整个法谷山给我的那种射受力 所以当时就用了一个词 我说这是禁教 哦哎因为佛教中间有文字教就是你懂文字的你就读经对吧 嗯 但是还有很多文盲做过去文盲很多呀 对他就所以就行方便嘛 嗯就画了大量的寺庙里的壁画对 做了很多的雕塑 对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愚痴之人以为这都是真的 实际上这是佛教中间的相教对形象教育对相教还有一个教育就是禁教对境界的境对哦 让你入到这样一种境界里头受到感染受到感染 法谷山就在做这样一个禁教 那么圣言法师特别的说到他这一次到大陆来对这个明山古山参访以后 他坚定了一个他法谷山以后的一个难途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一个一个标准 就是隋唐嗯哦 隋唐的建筑第一个格局非常的这个灰红嗯 因为隋唐时候我们中国还能砍到很大很大的木头 说哈哈 所以你看现在在武台山的那个留下的两个堂的建筑 那个体量是后来送没办法的没办法比的 因为送以后特别明清以后啊 就已经没有了砍不了那么大的树了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隋唐不仅是体量大 第二个是隋唐朴素 嗯 他大气一定和朴素是结合在一起的 哎 啊 你看动物世界狮子 大象 这种真正称王称霸的包括犀牛 真正称王称霸的动物全是什么颜色 全是你这颜色啊 对对对 灰的 土颜色 嗯 越小的越弱的动物是什么 花里胡哨的 哎有点颜色鲜艳的 嗯嗯嗯嗯 是吧啊 所以颜色一定是单纯的 所以圣颜法师给法古色规定三个色系 从里到外包括里头的家具 一定不允许超过三个色系 这是神通简洁之美啊 一是灰色嗯 比如说石头的颜色嗯 就是灰色嗯 第二个呢 咖啡色咖啡色木头的颜色嗯 还有就是他给他的那个法古山的那个有些墙啊嗯 烧的那个瓷砖的颜色咖啡色嗯 然后呢浅浅的部分的地方的奶白色不是死白的啊嗯 奶白奶白色 法古山三大色系嗯 从里到外从顶到下一定不能再多一个色系 所以你这个让我联想到啊就是像这个净空法师我记得也曾经说过嘛 说你可以不一定要给佛烧香对但是你最好在佛前那供一杯清水嗯 嗯对就是因为你看到这个水呢你就想到清净对就是佛呢就修清净心对而据说这清净心里能生出智慧对能生出很多智慧 当然所以我就觉得啊可以不是说让大家什么都要信佛教也不是而是说啊确实大家比如现在也有些人感慨就说这中国十好几亿人有没有信仰嗯 但是要是十几亿人都没有什么信仰这个东西啊很可怕嗯 甚至于有些人就说为什么出现很多食品里都能放毒呢对对吧你这个东西就也许是你嗯这个力量 这我就想起来现在我觉得过去几年呢我们有时候很多媒体对台湾的报道啊因为集中在这个政治层面 比如说最近讲贬家贪腐案 那么变得有点片面就觉得台湾的社会很堕落很糟糕完全不是啊然后呢就说你还说什么人间佛教 有作用吗其实我们都去过台湾了你就知道台湾社会我小时候啊固然就已经很有人情味很有点民国 移风移风对但是后来呢我觉得他的佛教发展起来的时候更厉害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现在很多佛教图里面那些年轻人啊一般路上遇到那些人就是那种言行举止之温 温良有礼他这个佛教对他的影响对整个民间社会那种人情的存厚啊那很有作用的 因为是毕竟甭管怎么说他是教人向善的向善是吧教人互相相爱的嘛对啊对吧帮护助别人放下自我当然咱努力一辈子也不见得能放得下但是至少就叫人心向善对向着那个方向去对对对他法谷山其实就是想建这样一个道场这个道场按照这个深言法师的这一个理想的话呢就是人进了进去以后啊然后就是起一种大悲心嗯啊 其一种大悲心因为圣言法师他在佛教中间的这个宗派呢他属于禅宗啊他是禅宗啊他是禅宗而且他一身中间就修的是这个这个观音的法门对哦修的是观音的法门啊所以大家到法谷山去以后呢会发现他有一个除了这个大殿以外啊大殿里头一般的佛教里头一定要有大殿大殿是供佛祖的地方嘛对但是他 他有一个特别的比大殿其实我觉得认为是设计的更用心的一个另外一个殿是叫做其他叫其院观音殿其院观音这个名字在佛典里头不见的这是圣言法自己取的名字啊那个其院观音殿里头就是就是专门为观音啊建的一个殿 这个殿这个我是学哲学出身的啊同时后来我要研究美学我就知道就是最高的建筑最高的艺术就是把一个人类最深刻的思想然后用一种最恰当的一种形态和一种形式的语言然后把它体现出来 然后它产生一种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或者我们叫做宗教的一种射受力然后使你为之心动嗯这就是了不起的一个作品对不对啊那么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其院观音殿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建筑作品 他说这个我就联想起来啊好比说呃我们见到的很多佛菩萨或者这个佛教从古以来的很多个这种道具吧所谓嗯后来你看他不也不通教义的人呢他就会认为你们那是拜偶像的哎你们那是拜神的嗯到后来我问问这高僧人家讲了这是教学工具啊叫工具表表法的嘛比如说看见观世音菩萨不是说他是个神的而是说你就想到慈悲嘛对对想到慈悲他代表这个艺术化的 形象嗯他代表了这个慈悲对所以你就想有些时候你到有些庙里哎呦我就觉得得注意这个问题就是说恶俗吧那个建筑对你那个东西怎么能让人生起欢喜心呢他这么难看的这个建筑所以说人家这个而且还有一些误会呢就是有些汉传佛教的也对比如像藏传佛教有误会就说为什么他们那些金刚老是 增加怒目又拿刀又拿剑水叫砍人那个叫成愤怒像嗯那这个愤怒不是说佛教你生气是叫你用这种愤怒心狠烈的斩断自己的贪嗔痴嗯就对一起贪心把他很很砍断你说我听王老师这么一描述我都先想往之啊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一定要去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咱们讲这些所谓的这个俗咱们俗世里边的人有一个避免不开的问题就一直说这个佛教你这个信仰是吧是不是能当成这个科学真相或者说呃你毕竟是一种宗教那么这个玄学和什么的部分我倒觉得啊我就想起我那我昨天看的就是龙应台和这个圣言法师嗯有过一个对话是其实啊你看圣言法师 他就是个学问僧嘛你们说对他自己啊就讲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就是他说呀他就因为龙应台就感觉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呢就理性的发问理性考据这个东西最后圣言法师讲了这么一段话他就说呀他说你比如说你如果他他认为信仰本身呢是有力量的你先不要管你信仰的东西是真有还是假有你有个问号信仰其实也就不成立了对对那么他说如果 如果是按照我的这个考证来讲那么在释迦牟尼的这个时代还没有阿弥陀佛这么一尊佛没错那么说观世音菩萨那么从考证上学术考证上来说呢好像是到公元前二世纪才出现这个名号没错就是在法华经的第25品观世音菩萨评里头还有这个话他说所以说你从学术考据的角度去讲嗯观世音菩萨和阿弥陀佛的这个信仰嗯 他可以说是不成立很很难成立嗯他但是呢我信仰这是我的信仰我信这个念念念念佛念观世音因为这个信仰本身你不要管你所信的对象是什么可是呢信仰的力量你是承认的对其实你是能能能见到其实法古山做过很多学术研讨会因为法古山一直很努力做学术方面的活动有一年他们的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就是讲观世音菩萨那里面很多论文呢就是很科学在讲 哎呀这个菩萨信仰怎么变化怎么样怎么样就你一般人看了就说那你们还信干嘛看完这些人就觉得这这还有什么好信但是问题就是说其实今天大臣佛教徒也知道里面很多讲的几地的菩萨呢其实很多是后生的说法但是问题是你不妨碍把它当做一个修行的法门跟一种境界上的皈依对这是完全是两回事其实我其实要照我的这个这个不虔诚的人来说我感觉有用就行 我能我真是我看了圣言法师这段话我感觉到说你有用吧就就比如说呃我们说实在那天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就跟跟几个老师聊天有个老师就讲说这个无神真正的无神论者呀嗯是相当了不起的这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有太多苦了对这个人呢你的每天生活那么多恐惧不安忧虑忧郁症对吧太多的负担了你要说真的 无神我全自个单了说实在话你很难的你把他放到一个特殊的位置上让他去做一个特殊的决定的时候他可能昨天还是个无神论者他今天就不是了对啊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见过很多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地方上最近几天听我们的新闻有些什么贪官说什么也去搞个烧香啊什么那你是党员了对然后但我觉得还有这个人间佛教啊他会产生一个什么东西呢比如说 像我记得你刚刚讲上一集我们讲基督教在台湾以前台湾基督教的确在政治上很有活力像基督教长老会大家都知道是所谓绿营势力的背后的一个精神力量那我觉得台湾这几座佛教名山有个特点就当他的组织很庞大发展起来之后他们政治上是尽量保持中立的像法谷山是蓝绿都抢着要去但是我不管你们你们来也是你们的事儿 他不涉入但是呢他发展出一个什么东西呢他不干涉政治但是他介入到一个公民社会的发展 这公民社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让很多人呢不再只是关注自己的事情 因为大臣佛教徒尤其很多人后来守菩萨界菩萨你要你要为人爱世人爱世人所以像慈悸这种或者像法谷山很多功德的行为那么这种民 台湾最近二十年来很多的大大小小的民间机构民间组织有的小规模到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一条村子哎呀发现我们这个村子有个水车原来是很有价值的我们一起来怎么保卫他又搞一搞就很多这种东西这种结社精神这种公民社会啊其实跟这个人间佛教是很相关的而且呢他确实给你这个社会啊心灵咱们都说现在的心灵焦虑不宁 他至少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用的吧他你比如说像包括肖万长啊我记得还是台湾一个政治人物就说都说记得这个圣言法师的四他这是他处世之方啊什么呢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对那么你说像这样的一佛法确实对我有用啊是是吗对那个在台湾呢实际上他们都总结包括南韩 包括台湾呢包括这些几个所谓的后起的这个新型国家啊地区在经济突然从一个农业社会啊转向一个工业社会啊然后急剧发展的过程中间的时候如果没有宗教在中间作为一个社会的真正的一个底定人心的中流砥柱 这种急速的财富的积累嗯是会把社会给整垮的哦很可怕的会人呢很怪的也很贱的人是能受穷不能受富的哎越是富越要有宗教 否则这个富你就没有这个福气来享用他最后是大家一起垮掉没错你包括我看这个这回咱看奥巴马美国大选我后来看了看我突然明白了我说这是一帮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的人对当然选总统啊对他跟那种无法无天的是不一脑子里不知道是天高地厚的一帮人在一起搞他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呢其实很奇怪美国呢最早呢比如说他总统宣誓最后他不是有一句话就搜高 帮助我就是神帮助我这本来依照这个国家呢因为他们虽然说首按圣经怎么样但是他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啊他是希望政教分离不想搞这个嗯但是第一他第一个总统就忍不住在宣誓就是华盛顿宣誓到最后他要讲一句so god 神啊帮助我嗯然后从此之后变成惯例直到今天这你不念是可以的其实哦但是这成了个惯例就是他整个国家就华盛顿 正下我要当这个国家的国父第一任总统多艰巨的工作多大的责任多大的责任帮帮我啊这个责任是作为一个肉身的人其实是承受不了哎你要承受大家也不信呢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就觉得有个甭管真相是什么对啊但是这个你看这比较健康的社会我往往观察发现他是有有几个支柱的对有政治有经济法律有有法律有宗教有宗教对 你要塌了一只脚你就看着他看看要塌又或者呢像以前中国的做法就是我们就算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这种组织宗教特别大但是儒家儒教有一个有个道统他一个道统啊哎嗯道统很重要对啊然后他有一个肃王啊对啊他有肃王信仰啊孔夫子肃王啊他是超越你不断在变化折瓦灯式的各种王朝对啊没错他还在然后 康熙上来之后你对孔子要行三跪九寇败之名没错你想咱们领袖都说过人哪没有一点精神是不成的对对对对相相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天还有一老师就跟我讲说咱老说马克思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他说实际上呢据他考证鸦片在马克思的那个时刻 是个中性中性词是吧他不是个贬义词马克思就是客观的说明对对宗教他起到我们需要这句话是有处处的这句话是有处处的你看完他原点呢你就会发现他对宗教不是太负面他说是宗教是在某种情况下成为一个国家机器用来控制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分但是并不完全只能是这样其实是这样的那么那而且我们说到就是有些国家你看很奇怪 我常觉得俄罗斯就很妙俄罗斯呢是也曾经是个无神论社会但是呢就是后来迅速这几年有个现象很值得关注就是东正教迅速回来回来很快他原来就有那个东西他原来就在 你看斯大林这么厉害的人物就干不掉就干不掉东正教就干不掉他在就在其实我们中国也是比如说我去年奥运开幕时我们不是让全世界都看到了我们把谁拿出来孔子吗 是 他是老师他不是神 但是东方好像都师道师是吧 就是师对就是他实际上就是给我们的精神啊指引一个方向对然后给我们的这个人可能达到的某一个境界他给你以身作则或者以身示范他告诉你人这样一种高级的智慧的生物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他其实是做给你看然后你照着学对就给了一个方向对对反而是没有方向啊 你看看现在很多时候社会状况那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这就不知道该往哪去啊对那任由一些真是这个叫五欲六尘我就觉得带着走但是佛教讲的结论是没错的吗在欲望的无限追求只能是痛苦受场对 没错一位不可人满足的吗对这个欲望无尽而且呢但当然我们要知道台湾呢也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宗教啊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迷信或怎么样 因为台湾那个宗教呢到了任何一个社会肯定都会有变化或怎么样所以为什么圣言法是一讲正性就是这点很重要正性性就是其实台湾人间佛教发展的再好也仍然会有很多的社会弊端佛教也会发展出很多不大好的东西对但是只要有人仍然在走正性的道路所以还是要追本来面对对对 就是走在这么高的正见